我女朋友皮太爆了 说不两句话就开始啊 我的意见她从来不听 她的意见还要强求我去做 有的时候真受不了 而且她总是说一些我不喜欢听的话 搞得心里很烦躁 我们两天一小吵 三天一大吵 没有一天消停的 你说一个大老爷们儿 一天磨磨叽叽的 还总是怪我脾气宝 我怎么会无缘无故的生气呢 我只是希望事情做得更完美一些 她处处做不好 我能不生气吗 我们俩处了好几年了 眼看都要毕业找工作了 我希望我们之间能有一些改变 掌声有请这一队有请 男嘉宾小李来自河北苍州 二十岁是一名学生 来有请小李 女嘉宾小孙 同样来自河北苍州二十岁 也是一名学生 来有请小孙 有请 欢迎老妹 同学是吗 对 大学同学 对 高中就同学 高中就同学 对 后来上了大学还在一起 对 大学是一所学校吗 是一所 可以啊 怎么了 前男脾气大 对 他脾气太大 天天因为一点小事 就跟我撒脾气 就是前几天嘛 我们因为有过几天 我有个活动 买件衣服去 然后呢 我就带了二百块钱 我们去一个商厦 一楼是卖男装的 二楼是卖女装的 他跟我在一楼 就逛了一会儿 他就去二楼 他说去二楼看看 然后到了二楼 也没怎么说 也没逛 就买了 他买了 然后我也没买了 我回去了 是谁的活动啊 就我参加 什么活动啊 反正就是一个 比较正式的吧 哦 就是等于有一个场合 你要去是吧 对 买个衣服 你买成 对 在路上嘛 就因为这么点小事 然后他就跟我撒脾气 就还跟我撒 不是你跟人撒什么呀 人家要买衣服 你买了 你跟人撒什么呀 其实不是我跟他耍脾气 因为他家里那个 有正式的衣服 不是说没有 他转眼可磨叽哪 磨叽机 在一楼转眼半天都不买 我说你要不买 咱上二楼 我看看呗 我就看挺好看的衣服 我说你看这衣服好看吧 你要好看的话 咱就买了 他也没有说不让我买 还挺勉强啊 行 就这样答应了 我就买了 买之后回家 全程就跟我板着脸 黑着脸 我说那个 你要当时不让我买 我不就不买了吗 你至于这样吗 后来怎么解决了这个问题 后来谈不上解决 就直接就是什么呢 那个跟你说 行了 打住了 以后就不容易 咱就不这样了 然后我也没有必要 说一个就是那个 较真这件事 但是我得记着 我这人就是容易记事 因为我老爱记着 然后我们这事 不就算过去了吗 好